ABL東南亞職業籃球聯賽 香港東方對新加坡騰飛之師 可以說上演16-17年球季的決賽翻版 當時香港東方是總場數3-1擊敗對手 亦不是奪得他們試上第一座的ABL總冠軍 開發的初段見到巴錫相當順手 入了兩個三分球 除此之外都有今次正式上陣的徐遠征 快攻上籃得分 自已分回到這邊 香港東方就靠著Gaeber去取分 今日這場球香港東方缺少了中風麥樂蓮 因為新加坡勝利的決爭 Gaeber的正算反而釋放了他 變成在角色上非常鮮明 不斷取分 這個球交給徐遠征 第二節就是這樣的 徐遠征、Gaeber和托茶摩利路斯 形成了三個風扇輪流在顏色地帶取分 至於新加坡這邊就靠著巴克里 使用內線因為長遠征就三範 那段時間令巴克里可以取回裂分 滑口未完 Gaeber又來左手摩托茶 整場球打得很順 對方的主將就是24號的巴克里 之前就打台啤隊 過去兩場平均得分是34.5分 但今天在重點比東方的防守之下 是壓制了他在上半場只有個位屬得分 這個球漂亮 見到Gaeber 擺脫了防守之後 引防守過來再交給徐遠征 Gaeber和徐遠征 第二節開始由未來眼去 今次再參與就是托茶摩利路斯 現在來到達利入樽 托茶摩利路斯 這場球未透過 因為今天沒有了麥樂連之下 變成在籃底方面他要多達一點 加上對方的中鋒加迪斯 七尺高 手感也相當好 打完半場 東方領先37對31 現在看下半場比賽 來到第三節 也是靠著Gaeber和徐遠征的連線 華厚美媛 Gaeber又將距離 基本上他著火 就很難打倒他 自己眼睛又是他們兩個 徐遠征、Gaeber 離開球N1 博到犯規 可能大家都是打在同一個位置 變成在思想上 打法上都很相似 加迪斯 這位上規 在西班牙打球的七尺級球員 今天內外兼備 徐遠征這個球交下去 漂亮 又一分給阿成 引出兩個防守過來 令托茶摩利路斯 在籃底入樽 阿成 整場球都有六個著攻 加上這球中距離 就很肯定了 他整個人已經打起了信心 簡直是聰明了 今天這場球 徐遠征 立志起手 全都中了 好了 第三節尾段 Gaeber自己快攻上籃 帶著15分領先優勢 進入第四節 放回正選的他 徐遠征 不過這球不入 但有他哥哥保冷 都算是隨時連戰 好 回來 新加坡 一個reverse lay-up 靠著Galaxy 拿回10分 其實美短 東方可以說是控制戰局 尤其是第四節 在巴石的帶領之下 加上新加坡騰菲茲獻 正決三分 結果這場球 Gaeber取得29分 17個籃板 帶領球隊 贏新加坡騰菲茲茲 68比52